本期视频以第一视角带大家去爬一下山 位置是惠阳的雅宫顶森林公园 这座山位于惠阳与大亚石湾的交界之处 仅靠惠州南站 海拔大概300多米 图片是我在谷歌地球上的截图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现在我们出发 在路边停好车以后 可以看到路右侧有很多农家乐式的餐馆 应该还是蛮有特色的 不过没有吃过 以后有机会来吃一下 再告诉大家哪一家好吃 然后我们向上走 朝着雅宫顶森林公园的山门走去 中间这个位置是停车场 停车场旁边有小吃布 卖一些简单的小吃和食品饮料一类的 然后我们穿过停车场 然后我们穿过停车场就到达山门了 这个山门建的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提前告诉大家 这也是这个景区最像是景点的一部分了 过了这个位置里面就相对简陋了很多 旁边就是我目前住的小区了 然后我们去广场逛一逛 可以看到这个山门建的还是挺精致的 广场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小吃布大排档一类的东西 不过因为疫情的原因最近没什么生意 然后我们再往回走 看一看这个山门的背面 这个广场晚上人还是蛮多的 可以看到山门上写着和会夕阳四个字 然后我们就朝山上出发吧 天气有点热 这里有卖荔枝的一斤五块钱倒是不贵 开始爬山了 一开始的坡度算是很陡 所以一开始我也爬的还算轻松 因为刚开始没有觉得累 结果后面累成了狗 迎面走来了一对小夫妻打琴骂俏了一下 然后经过他们继续向上爬 在路边捡了一个类似干枯的叶子的东西 觉得形状挺有趣就拍了一下 以前在深圳爬那山的时候也见过 然后一对男女超过了我 从此以后一路上我就不停地被别人超过 从没超过任何一个人 得承认 但疫情以后我确实很缺乏锻炼了 现在山上又走下来一对妹子 结果一个妹子脚滑了一下 好吧继续向上走 到这里到达了一个小平台 这里以前是开放的 现在封住了 可以看到山旁边又新建了一些楼盘 远处的最高楼就是慧阳的最高楼 叫做一中心 然后继续向前走 前面这一对就算是模范夫妻了 路边的广告牌也还蛮有意思 一路上人来人往 为啥刚才说前面这一对是模范夫妻 现在你们体会到了吧 而且请注意 男士背着的小背包其实应该是女士 所以给这位男生点个赞 然后这个位置坡就比较陡了 我爬一会儿喘一会儿 爬一会儿喘一会儿 然后有点爬不动了 就在路边休息一下 顺便拍一下这条爬上台阶的虫子 好吧我有点闲 然后继续向上爬 这一段坡是整个爬山过程中 爬的最辛苦的一段 一个是刚开始爬的有点急了 到这一段体力稍微有点透支 再一个因为天气热 到这里有一点点轻微中暑的感觉 于是就走走停停慢慢往上爬 最终终于到了第一个小平台 这里有个亭子 亭子上面写着叠缀两个字 然后旁边有几个广告牌 全是附近饭店的 在这里停留了一下 继续向上爬 后面的坡相对和缓一些 没有那么陡了 加上随着高度的增加 那开始有一些风了 一路上还是陆续不停的有人经过 到这里是一个相对的小高点 可以看到远处的最高峰 从这个小高点往最高峰走 要先下掉这个山坡 后面有相当一段路都是下坡了 所以路程开始变得轻松起来 不过一路还是不停的被超过 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拿着手机拍视频 希望拍得稳一点 所以即便是下坡 也会走得相对慢一些 这一段路就走得相对轻松一些了 顺便把体力恢复一下 前面刚才路过的小伙子 似乎挺有表现欲 然后到这里要特别说一下 这个小平台前面的这条路 其实是直通我所住的小区的 也就是小区这边 直接有一条登山道 但是为了拍视频 我还是选择了走那条山门的主路 到这里又看到了一条虫子 好吧 请原谅我的通心 然后从这里开始 就又是一路上坡 朝着主峰进发了 前面的一段路 前面的一段路又是相对平缓一些的路 走起来没那么累 比较轻松 然后我们开始加速 好吧 其实是视频加速 然后被这位红衣小哥迅速超过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迎面走过来的这位很厉害光着脚的大叔 以及后面紧接着跑着的小二郎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 前面又是上坡了 这一段路人也开始慢慢的躲起来了 路边可以看到被台风吹断的树 然后从这里开始就是又上坡了 前面这个妹子蛮有意思 可能是看到我在拍视频 在靠近我的时候 她转过身去 一路倒退着下山 然后我们继续向上爬 可以看到路边还是有被台风吹断的树 下山的人们一个个都跑得很宽快的 从这一段开始路越来越陡 我就时不时的又会停下来坐一下休息一会儿 看着别人一路慢慢的下山而去 当然这个过程我是在不停的喘的 只是在视频里看不到 然后继续看下山的人们很宽快的样子 一个比一个轻松 然后我们继续加速上山 终于碰到一个体力和我相似的在路边休息的 一个爸爸带着儿子下山 经过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 这个是直播的 然后继续向上爬 到这里有一片石头 石头上居然被人刻了字 这个人还挺厉害的 这么硬的石头也能刻出来 然后继续上山 走到这里离峰顶就已经越来越近了 后面的路又相对没那么陡了 迎面走来了一对知性的 好像是母女亚 两个人在大声的聊着天 然后继续向上攀登的路 到这里又有点走不动了 继续休息一下 然后看着之前超过我的人们下山去了 红衣小哥又是瘦瘦瘦的 这种一对比感觉自己上山的速度实在有点丢脸 不休息了 继续向上爬 后面这一段又稍稍的有一点抖 虽然心里想着赶快爬上去 但体力实在跟不上了 走着走着终于又看到一个休息的人 结果他看到我上来 他赶紧走了 从这里开始离峰顶就越来越近了 随着高度的增加 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观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可以越看到一些山下的景色 而前面这个位置就是图中最好的一个观景点了 可以看到下面是大亚湾方向 从这里俯瞰下去 基本上就是整个大亚湾西区的大部分面积了 而下面这一大片小区就是星河丹地 也就是我目前居住的这个小区 算是附近非常大的一个楼盘了 这边的天气相当棒 天空上的云彩也很漂亮 在这里待了一会儿 吹了一会儿风 感慨了一下心情 然后继续向山上爬 这里离顶峰已经相当近了 后面我也走得比较慢一些 山上的风稍微会有一些大 这时候已经完全感觉不到热了 这里也可以看到淡水方向 天空中的光线很好看 然后继续向山加速 前面看到有人在拍照 然后发现这个位置景色确实不错 这边是远眺淡水这一区域的 因为天色开始暗下来了 手机拍摄的视频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然后继续向顶峰进发 只剩下最后一小段路了 可以看到天空的月亮 试图拍一下 结果发现不理想 那就继续向山上走吧 这是最后一段路 可以看到路中间有许多原始的石头 然后顶峰到达 山顶有一个小亭子 上面写着西匣 还有一面小国旗 这里有一个小平台 这个方向就是大压弯的方向 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湾 虽然我的体力不怎么样 但其实我挺喜欢时不时爬一次山的 因为站到山顶上 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的眼界会比平时宽了许多 可以看到一些远处的东西 以及城市里的万家灯火 而在下面的一片灯光里 可能每一个小小的光点 都是一扇窗 里面都有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王家卫在电影《一代中世》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台词 我很喜欢 在这里边分享一下 我爹常说 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而爬山的过程其实也有这样三个阶段 只是顺序是见众生 见天地 当你在山顶时 是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事的 不管想得通或者暂时想不通 但这个过程都能让你离真实的自己更近一些 而我在山上有一点想明白的事是 人的一生其实是有两个低谷期的 第一个 应该是真的遇到困难的那段日子 你被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折磨 比如物质方面遇到类似经济危机一类的问题 或者疾病伤痛 而第二个低谷期 其实很隐形 它多半发生在你过得不算差 甚至在别人看来还挺好的时候 但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突然有了想要的东西 可你目前的实力或者运气 使它变得根本无法触及 这样的东西可能是梦想 可能是认可 也可能是爱情 仔细想想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成年人都在第二个低谷期里走不出来 但不自知 好 到这里 本期视频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